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在讲这个阶段是信我 讲四宪诀是这个吧 103页 讲四宪诀分为恶梦 对 这个四宪诀的话 它的一个意思是说错乱式的意思 错乱对 错乱式跟四宪诀是一样的 那现在开始讲四宪诀分为恶梦 它分类的话 为于自己献进 从乱至了别 你看 于自己献进 应该这个说 于自己对境 对境 借记也可以 反正最主要是 于自己的对境 从乱至了别 而我一献决是献决的形象 对 你看 次与错乱 认智同意 这里认智比较好 它这里认识 认智同意 智就是认知 对 认知 知道的知 认知同意 好 那错乱式是什么样子才叫做错乱 对 其实这些错乱式的定义也好 或者真正是一个颠倒的定义 这些都是我们知道是比较好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轮回当中也可以 还有在人间也可以 我们就是在一个错觉 或者错乱当中过生活 我们永远都是这样的 没办法 就是完全成立于错乱的深渊 从这里就没办法醒过来的 但是我们错乱是不是我错 但是我们绝对没办法自觉的 我们没办法自觉 原因是什么呢 你第一个是我错 要知道我错 必须要就是先了解错乱 跟颠倒的定义 才能判断得出来 这是我错乱的 这是我颠倒的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这些的话 你怎么能够了解说 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对的 没办法 知道吧 那简单的我们在生活上来讲的话 一些简单的就是我们自己 比较清楚了解是 这个是我错的 知道吧 这是佛法当中所提到的这个错乱 跟世界人所谓的这个错乱是 就是有出息的差别 当然是我们世界人认为的这个错乱也是 包含在四限觉当中 没问题的 那主要的就是这个 它的定义的话 与自己的对境错乱之了别 唯一是限局的形象 它的主要的真正的定义就是这个 那对于自己的对境错乱了别 是什么样子才叫做错乱了别 那先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这样的话比较清楚吧 知道吗 好 那我们就是上礼拜二给大家讲的 比如说一根碟火速度旋转的话 我们写写出一个火拳 知道吧 那火拳的时候 我们写写出来一个火拳 对 那所以直火拳的掩饰 就产生了一种直火拳的一个掩饰 大家你显现出来是产生了一种直火拳的一个掩饰 这个掩饰是错乱电倒 确实错乱的 原因是什么 它对于自己的对境 它的对境是什么 它的对境就是火拳 那对于自己的对境错乱 就是如所显现的那样 实际的它的情况本质体系都不一样 虽然你显现出火拳来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火拳 因素是它中间被动 速很快速度就旋转的关系 你显现出它是一个火拳来 它本来就是不是一个火拳 那你看对于自己的对境上 所以错乱了别就是这个 那弦泻根 错乱根 还有颠倒的差别 就是之前也是我跟大家讲过了 错乱根 颠倒相较起来的话 颠倒是比较严重的 颠倒是完全是相反的 它指质的方式 完全是思维的方式相反的 比如说它本来就是一个人 你以为它是一个狗的话 这个是颠倒的 它本来就是一个石头 你以为这是动物的话 这个也是颠倒的 它本来就是一个食物 你就是指质为非食物的话 这个也是颠倒的 这些都是颠倒是非常严重的 那错乱的话 虽然它对于自己的对境上面有 显现上面有就错乱的成分 但是错乱不一定是不了解对境 下面有了就是会讲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好好去分辨 或者思维的话 你根本就分不清楚的 对 错乱跟颠倒的差别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行路的时候 在一直一边想一边走 那如果你肩上有看到很多的动心 知道吧 比如说楼上很多的看到的时候 那就是当时你以前出来很多的分别嘛 比如说这个是车子 这个是什么 脚踏车 这个是什么 当时 只为车子的分别的话 它是一个对于自己的血血经上错乱的 对 那错乱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车子跟车子的一种是货为一谈的 知道吧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谈过 一种 生种跟一种 如果分别的话 一定要透过生主一种 才能了解对积者 这是分别 知道吧 生主一种是什么 其实这个也是我给大家讲一下 一个论者当中提到的就是说 对 如中论当中也有 如果你卧在 睡在就是卧房里面 小小的空间里面 但是你梦里看到了一头大象 知道吧 那梦里梦到一个一头大象的时候 大象怎么那么大 高大的 那当时你卧房里面做梦的时候 心里有产生了一种直大象的一个分别 它显现出大象来的时候 它显现出大象来的时候 你梦里所看到的这个大象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大象 它说非大象 它就是叫做大象的一种 知道吧 分别显现出来的一个大象的一种 如果它是假如它是一个大象的话 它存在于哪里 知道吧 它存在于卧房里面 或者是一个门外 就是这个 它就是现实的问题提出来 知道吧 这是很好的 那所以分别的一种是 就像是任何法都有它的一种 知道吧 不存在也是也有它的一种 一种是分别显示出来 显现出来它的时候 它的样子 分别能显现出来的它的样子 就是叫做它的一种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分别能回想过去的事情 知道吧 那你现在能回想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你看我们过去做了什么 所以 过去的事情全部都想起来的时候 那现在你心里过去的事情 全部都显现出来的时候 遇到过谁 对 写写出它来的时候 他那个人的样子 写写出来 但是你当时你写写出来的那个人 是你真正的你过去见到过的那个人吗 不是 知道吧 所以你看 你现在都能回想过去见过的那个人 但是过去见过的那个人是 有些人现在已经去世了 不存在的 但是你现在还是能回想它 这样的分别写写出它来的时候 它的长下 各自 各方面样子写写出来的时候 这个叫做那个人的一种 一种就是这个 那所以任何的分别都有 都它屈辱对境 了解对境的时候 必须要透过一种才能屈辱它 才能了解它 知道吧 那不透过一种 直接了解对境者 叫做无分别 现决 差别就是这个 那所以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是这个 那所以 反式分别一定是错乱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任何的分别都可以错乱 都是叫做错乱式 它错乱的原因是 对于自己的写写净 有错乱的成分 所以它叫做一个错乱式 错乱式跟现决 现 那个 现决 是现决是同意的 没有差别的 对 这两个是同意的 好 大概就是这个吧 那再来 是现决的定义 刚才讲好了 那在这里就是 它跟错乱式是同意的 那第二个 分为七种 那就是分类七种 六种 四线觉分别 即一种 四线觉无分别 六种 四线觉分离 举例如下 好 其实这样子我们很快讲下去 也是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它的真正的内容 搞不清楚的话 你就是很快讲下去 对你们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 知道吧 全部都讲完了 全部都学 看完之后 心里一点没有知识的话 那就来学习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啊 就这个 那现在我们就是看这个 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六种 四线觉 分别 一种是无分别 四线觉 那所以呢 所有的 其实佛教的教育的概念 它的顺序都是这样子 一开始讲现决 是现决 错乱事 错乱事是指什么样的在叫做错乱事 真正的话 对于自己斜泄境 错乱的辽别就是叫做错乱事的第一 这样的话更准确的 对 那你们再说一遍 对于自己的斜泄境 错乱的辽别 就是一个错乱事的定义 那颠倒事的话它后面有 但是颠倒事的话 对于自己的直斥境 颠倒的辽别 错乱的辽别 其实错乱跟颠倒事 这两个错乱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错乱是对于自己斜泄境上错乱的 它不是说自己的最主要的境上错乱的 任何的心对于自己的境上面 主要的境错乱的话 那就变成颠倒了 知道吧 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分别 正确的分别 无有颠倒了解对境的一个分别的话 对 它其实清楚的了解对境 知道吧 通达对境 它比如说举例来讲 通达生意无常的比度的话 比量的话 它对于生意无常是它的主要的 指质境 它 生意 认识到它是一个无常 这样的话 生意无常是它的指质境 那生意无常了解的时候 它显现出生意无常的一个 一种 样貌 对 这个叫做生意无常的一种 这个一种是不是生意无常本身 这是一个分别它自己拥有的一个 显现对境的一个 显现的成分 这个在于分别上面 不在于外籍上面 外在 那生意分别的 生意无常的话 它生意无常本身不存在于心上面 知道吧 只是它了解生意无常而已 它显现出来 生意的样貌的话 生意无常的样子的话 这个叫做它的斜斜境 那你看我们理解它的时候 根本分不出来 生意无常跟生意无常的一种 怎么去分别 我们分别不出来 知道吧 所以我们的问题在这 其实我们显现上分别不出来 我们大家以为是一样的话 那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原因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讲 一个透明的一个 反正就是一个瓶子也好 不管是怎么样好 就是这个里面一半 倒了一半的牛奶一半倒了 就是水的话 搅一搅 那不要说分别 我们肉也也是分别不出来 水的成分跟牛奶的成分 完全分别不出来 知道吧 那时候满满的 在一满的 一罐瓶子里面的都是牛奶吗 不是 一半是水的成分 一半是牛奶的成分 知道吧 那我们也不能说 当时水的成分变成牛奶的成分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牛奶跟水的成分是根本 本来就是根本上来讲是完全不同的成分 那你看我们分别不出来一样的话 就是那就一大堆的错误 知道吧 这个也是不对 那就是我们无分别 也是无根式 也是没办法分别 有了没办法分别不出来的这样的对际 写写写写存在的话 那分别是更不用说的 这样的原因就是我们可以推理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每一个个人具有的第六 那个希望 知道吧 其实我们站在西部 游部 他们的理想来讲 其实也是可以说 我们都有成佛的能力存在 那大乘法来讲的话 也是每个人都有具备的如来诈 我们平常讲的这样子 那如来这样的话 那我们怎么能够越来越好 怎么能够 总有一天就是 所有的中生都能够得到成佛 有什么原因 一定要寻找原因 你找不到原因 你想不透原因的话 这是一个麻木 知道吧 平时我们讲的 你看不到 没办法通道而去 相信也是麻木的 你没办法辨别 无法确定了解 情况下 你一口否定 也是麻木的 都是麻木的 你看你否定的理由是什么 不知道 我不相信 只是你就是 我们寻找 这样的一个推理的时候 你只能讲说 这是我不相信 原因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 那你不了解的情况下 相信 你为什么相信 我也不知道 你只能讲说 人家相信 我跟着相信 相信 所以我们就是现在 这样的一个地步 知道吧 那你看有些人 从以前到现在为止 付出很多 知道吧 烧香拜拜 磕头 各种各样的做 那现在往内去思想 没心自慰的时候 我过去所作所为 对自己人生的 当中的自己内心来讲的话 有什么 有无帮助 他如果没有帮助到 精神的你精神 跟你自己的精神的 内心的话 何况是你帮助到下一辈子 这不可能的 平常我们讲的 有了什么因 就有了那样子的过 因果不欺狂 所以我们平常 口头上讲 善用善报 而有恶报 那你看同样的道理 知道吧 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为什么去学佛 你怎么回答 我希望能够得到 快乐 幸福 去学佛 如果你能详出 这样的来 也是不错的 知道吧 那连我都不敢讲说 我为了众生成佛 而去学习 这只是这种高道之上的 我自己没有达到这种能力 知道吧 那为了得到解脱而去学习吧 其实绝大多的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一般人 绝大部分人的一个思想上来去评论的话 大部分人想法就是希望能够进行好好过生活 这是大部分人的目的 这是非常明显 这是错的吗 绝对没有错的 知道吧 那如果我怎么能够去好好过生活 这问题出来了 知道吧 那你看这个三面叠 这个关键叠上 想从各种方式来了 所以每一个人的就是看法 那就是分歧嘛 不一样的 有些人说 要赚很多钱 有了财 有了权 有了权利 有了名声 才能够让我自己好好过生活 那有些人呢 做坏人 做坏事 这个也是他就为了自己好好过生活而去做的 知道吧 做坏事 绝对他想的就是我做这样的事情 得出来的 反馈给我的这个结果都是坏的 他绝对不会想的 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事情 才能自己获得一些的快乐而去做的 那不论是怎么样 我们想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自己过生活 好过生活而去做的 但是什么样子才能正确的 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是一个错误的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 你做这些的事情能不能对治自己的烦恼 没办法的 你不能对治烦恼 不能压父烦恼 压制烦恼的话 那你就不能 解决痛苦的 不能解决今生的痛苦的话 那就承办快乐是更不用说的 对不对 这些都是不同的 不确实际的一个因素 绝对是这样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就刚才前面讲的 那我们就是学习 学佛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的快乐 知道吧 那这个是看个人 你学习 了解 要有认知 也要有智慧 那一半靠智慧 一半靠自己的决心 一定要有决心 如果没有决心的话 还是没办法的 知道吧 所以 知识就是我们用在 就是 个人生活上面 这样子可以的 对 当然是我们大部分的 经常遭遇到的困难 苦恼 大部分的问题都是 由于错误错觉 一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OK 那我们看这里 分为七种 对 六种 四线觉分极分别极 一种是 四线无分别 六种 一线觉分别极例如下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说 错乱分别 直升 升一常驻 那你看 第一个是错乱分别 如直升 直升一常驻 它的直接讲的话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是什么呢 对 错乱分别 错乱分别的话 如直升一常驻 就是它的例子 直升一常驻 是什么 你把声音看成为常驻 就是这个意思 你把声音看成为常驻 这个分别叫做一个 第一个分别错乱 错乱分别 好 那其实我们一般人的话 声音也好 声音是为什么古代的时候 常常取这个声音来告诉我们 知道吧 好 比较多的 过去的大乘 就是他们的论谍当中 所以英明学里面 初作都就是出现了 就是声音无常 这个两个字 为什么 声音上明显 它就差那变化是非常大的 你看一讲出来就消失掉了 知道吧 不管怎么样 声音的就是它的 维尺 维尺就没有那么长的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看成为常驻 是有点困难 知道吧 那你看我们自己的身体跟生命的话 其实自己的家具也好 山河大地也好 对他们的看法的话 我们就不一样了 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了 莫名其妙就是我们出来没有学过 但是有些巨来的看法是什么 我去年 我去年去哪里 我现在的我就是去年去过什么地方 现在的我就是受过了什么待遇 这些都是我们想 这个想法里面有没有问题 肯定有的一大堆的问题 现在的你 是今天的你 你怎么能够过去什么 受过什么 你怎么能够就是看过什么 你想想个 这以逻辑来判断的话 比如说我们就是以生命 或者受那个计算来就是判断 或者以逻辑来推理的话 今天的你不存在于昨天 知道吧 今天的你就是不存在于昨天的话 怎么能够存在于去年呢 知道 那现在的今天的你 如果你以为是这样子一样的话 今天的你 如果你投身人间 一开始投身人间的那一刻就算了 你就是真正的你的业力 导致你生命活到一百岁的一个人 类似这样的话 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 有没有生命长头的差别 有啊 知道吧 那去年的你跟今年的你 有没有生命长头的差别 那你看 去年跟今年就是他们 生命还有差别 就是一年 这样的情况下 我怎么能够说去年的 现在的我存在于去年呢 不可能的吧 好 你看这个里面有丑偶跟电脑的认知存在的 我们一般人是完全不以为然的 不知道 那所以我们就是常常举例讲 比如说我们《大波尔经》当中 多数的出现了说荣化荣梦泡营什么的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你们知道吧 原因就是荣化荣梦这些都是我们看破 一般人能够容易理解它不是一个真实的 由于这样的一个比较容易易懂的一个举例来 把所有的众生引导到正确的一个认知层面 先我跟你讲 如幻如梦的比喻 你这个理解了以后 同样的道理来推理 其他的 知道吧 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一个 这种的一个事情上面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中观的看法来讲 一切法都是无自信吗 我直接跟你讲一切法都是无自信 你根本就不了解的 对 既然是一切法都是无自信 但是我们认为是有自信的 一切法都是无自信 那我们现在进步的主张来讲的话 一切法都是 常一直在空的 能独立实质空的 但是我们以为常驻 常义自主 知道吧 能独立实质 要有这种看法是很强的 那你看常义自主是什么 常法的意思 你知不知道这个常法的名字 还是你常识 常见的一个定义具足的话 你有就是这样的一个 你认为是常法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你出来没有学过什么 这种移民学什么什么的人的话 你不知道常法是什么 无常法是什么 但是你以为是昨天的我仍然还是今天仍然存在着 这样的看法的话 这个叫做常指 常指的原因是什么 你昨天的那个人 把他看成为今天我这样的看的时候 那昨天那个人根本没有变化 今天的你一个 昨天的你中间没有变化的 你只指我 只指我无变化的时候 你对他的看法是颠倒的 就是这个意思 知道吧 那你看我们就是 杨明商和华商 还有阿里商 这些的商都是 我从小就有了 到现在为止仍然存在的 这种的看法 那杨明商很华商 还有就是阿里商 没有变化吗 你从小看到的这个商 到现在没止 仍然存在吗 你看就有问题了 以逻辑来推理的话 就都有问题了 这种的一个错觉错误 是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的 那更不用说我执 知道吧 这些的贪欠赤脉 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等等的错误的错乱的话 你根本认不出来 它是一个错误 它是一个颠倒 就是这个 好 那所以 如指声 如指声音常注 这个的意思 直的意思是什么呢 直就是思维的意思 我们看 那个声音 思维 看成为思维 就是一个 思维 是一个常注 常注就是不变性的 常注 常注就是常法 好 这个叫做一个错乱分别 那再来世俗分别的话 如了解声音无常至必动 那你看这个世俗分别的话 他的例子的话 如了解声音无常至必动 那你看这个世俗分别的话 你表面上来讲 这些的分别都是一个错乱 是现觉分别 那是现觉分别的话 这里第二个世俗分别的时候 如了解声音无常至必动的时候 知道吧 它是一个只是错乱事 但不是颠倒事 对 原因是什么 因为是他的颠倒事的话 他不能理解对境的 反是颠倒事都不能够理解对境的 那所以呢 比度的话一定能够理解对境者 知道吧 比度的话一定能够理解对境者 他是一个这样子 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 推理这里就是讲的 写推理 怎么推理啊 了解声音无常至必动的话 那怎么能够产生 由于什么样的因素 导致所产生的 这是我给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情况差不多了 如果你相信声音是无常 知道吧 还有相信声音是无常 但是还是想要了解声音无常 不能够理解声音无常的人 那就是对他说声音是无常 对他说了声音无常的时候 他肯定会等待语言的道理 知道吧 但是道理是什么 道理就是因为声音是刹那性之故 这样的时候刹那性 应该是粗细的部分 一切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 比如说细微的话 石边际产那也是不停地变化着 这个叫做一个细微的变化 产那性 那比较粗的话 一节也是可以说是一产那 一年也是可以算是一个产那 知道吧 那一个月也是可以算是一个产那 那一天也可以一产那 那一个小时也是可以说是一产那 可以分这样子分 就像是围城一样的 知道吧 那一分钟也可以说一产那 那一秒也是可以说一产那 那你看在一秒下面的怎么去分 我们平常讲的石边际产那 石边际产那的概念是什么 少年一堂次的时间 区分为六十五分之一 叫做石边际的产那 这个世界是再也不可分的一个最小单位 最维系单位的一个产那 这个叫做石边际产那 那山河大帝一切的万物有违法都是石边际产那也不停的变化的 这个变化是我们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这个刹那看不到 所以我们就不能理解无常 我们不能通达无常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还是恰恰想法 我们的看法想法的 直持为常法 直持为不变 直持为游和性 常住等等这些的看法 所以这些都是叫做一个常见 这个问题吗 就是他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 好 那了解生意无常的比度的话 我刚才前面讲的 我们一定要有讲道理 知道吧 那道理是怎么讲的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跟人和人直接沟通交流的时候 肯定每一个每一个阶段都有都会讲就是道理 这个道理是是不是一个真确是另外一回事 反正就是每个人都讲一些的道理 这个这不真确道理的原因是什么 真确的话 你的道理就符合事实 文合逻辑 逻辑文合的 知道吧 有条有理的话 你说出来的这些的真理有道理的 如果不合逻辑的 经不起考验的 你说出这些的道理来的话 这根本不是一个真确的道理 你以为是道理根本不是一个真确的道理 好 那这样的话 你看声音作为有法 是无常 因是刹那其之骨 这样的话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在英明学上讲有法 声音有法的话 声音把它当作一个我们的头律的主题 那你把声音成立为无常 那你对他说了什么道理 对他说 声音是刹那性之骨 这样的时候 那你看符合逻辑 凡是刹那性一定作骗无常 凡是刹那性一定是无常的 那虚空啊 常法 是不是刹那性 绝对不是 这些都是非刹那 所以他们不是一个无常 凡是刹那性一定是作骗无常的 好 那声音也是刹那性的 凡是刹那一定是作骗无常的话 以这种的刹那性的道理来 对他成立 声音成立为无常 这是一个正确的概念 那对他说了这样的道理的时候 他一直不断地想 哦 声音是确实灿烂性的 如果灿烂性 凡是灿烂性的话 一定是作骗无常的话 那应该是声音也是无常 这样的强烈地去追求 就是越来越思维的时候 他只有一天 声音它也是十遍即唱 也是不停地变化 本质了解了以后 了解的话 这个与此同时了解 声音无常 一旦了解通道声音无常的话 你对声音的看法错误 只是声音常常住的这种看法 就受到打击了 这肯定会啊 我们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你看一个人 把他看成为就是一个坏人的时候 与此同时能不能你那些产生 对他看成为好人的心 不可能 这两个是敌对的 那如果你看成为他是一个好人的时候 与此同时能不能产生一种 他是坏蛋的人 这种的概念 不可能的 原因是什么 圆一个所圆 好坏 这种思维的方式模式就是直接相伟的 知道吧 他有 他是存在 有 你这样的认为的与此同时 你能不能想到他是无 不存在 不可能的 你看他有的看法 跟看他无的看法 这两个是一个 一个看法对境上面来讲的话 相伟的 这些都是一个合理逻辑 那你看我们就是把声音了解 透彻的了解 声音是无常的时候 声音支持为常住的这个心 就是受到打击了 受到伤害了 受到损害了 那我们自己心里拥有的 原声音支持为常罚 这种的看法 摔水 知道吧 受到伤害 这是我们该要的 原因是什么 由于你的常着常见 带来给你无数的灾难 祸害的 你的常着常见就是所谓的烦恼 这是得到解脱的主要障碍的 这是得到解脱的主要障碍的 我们必须要斩断 那不能够通达无常的话 你没办法彻底消除 常着常见 没办法的 必须要通达无常 知道吧 那所以你看这里第二个 世俗分别的话 如了解声音无常之比度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反复的话 理解声音无常的话 由于什么样的一个真理来推理推敲 才能够理解声音是无常 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知道吧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声音是无常 是存在啊 这样的话不符逻辑的思想 哪里有问题 声音是存在啊 没有错 声音也是存在的 知道吧 声音无常也不无 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它的逻辑不合逻辑的地方在哪里 你的道理上面 你的道理是什么 声音是无常啊 你看声音有法 你把它成立为无常 而声音是无常啊 知道吧 重点是你的讲最后的道理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是存在啊 你看你的问题 道理上面有的问题 那我们问题在哪里 怎么找出它的问题来 那所以我跟你讲 那你的道理 有条有理吗 符合事实吗 那如果它是存在 所以它是无常 你的看法就这样子 这样的话 法事存在一定是无常吗 你看马上就露唇 马上就知道了 马上就知道了 法事存在不一定是无常啊 是什么 虚空 无我 这些都是一个常法 存在法 但不是无常啊 所以你就是讲出来的 这个原理道理 不符合逻辑 不正确的时候 你以它来成立声音无常 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个 好 那这样的话 反思分别 如来了解生音无常的比度的话 它是一个无有颠倒的 正确的心 清楚了解对境之心 那这样的话 它为什么叫做是现觉 它是一个错乱呢 所以就是错乱 就是刚才我早上讲 上个礼拜也是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 反思分别都是错乱事 原因是什么 任何的分别都是 它了解对境的时候 支持对境的时候 对境和它的一种 知道吧 支持为何为一坛 这样子一个心 所以它叫做一个错乱 那生意无常 那生意无常的话 比如说生意无常比度的话 它虽然不是颠倒 原因是什么 它无有颠倒的了解 生意是无常 它的主要的直径是生意无常 知道吧 那为什么它叫做一个错乱呢 它理解生意无常 它理解生意无常的时候 它必须要透过生意无常一种 才能了解生意无常 那它透过生意无常的一种的方式是什么呢 它生意无常的一种 它生意无常的一种 跟生意是看成我一体 和我一坛就是这个意思 看成我一体 知道吧 比如说我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一个道理吧 比如说透明的一罐 一半就是那个玻璃 一半是牛奶 一半是水的话 搅一搅 那我们学现出它来的时候 水的成分跟牛奶的成分分辨出来吗 知道吧 分辨不出来吧 那分辨不出来的时候 你以为是这个里面一满的 都是牛奶的成分的话 你就错了 原因是什么 不是啊 一半是水的成分 但是你错在哪里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不学逻辑 就是问题在这个地方 那所谓的以上所说的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生意的一种是什么 知道吧 其实经部他们的说法就是 任何生意也好 任何法的一种的话 它是一个分别所正义出来的 正义 真就是真就是真家的真 义 正义出来 义就是利益的利 正义出来的意思吗 那百话或者是一个 就是比较通俗的话的话 它是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想去加油添书的部分 自己的思想分别去加油添书的部分 对啊 那思想去加油添书的部分多得多了 知道吧 那我这个里面上个里面也谈过了 分别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知道吧 比如说分别错误的 它的最主要的道理就是 对境跟对境的义种 它显现出义体 知道吧 显现出义 不是显现出义 所以实际上来讲 你的只是境跟 它的义种是义 不是义 你显现为义 所以你对于自己的显现境上有出来的 知道吧 那你看我们决定来讲 生云无常的义种的话 它分别显现出生云无常的时候 然后分别它自己存在于分别自己上面的 它就是一个生云无常的样貌 样子 这个叫做生云无常的义种 那另外我就是给大家举例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胡思乱想想 知道吧 可以啊 我们就分别一道出来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你凸脚 你说凸脚 应该是凸脚有的话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想出来的 先想凸脂 在头上就是光想成就是有脚 知道吧 那你可以啊分别一道出来啊 那我们想象一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得出来 凸脚就是有的话应该大概这样子 好 它显现出凸脚来的时候 凸脚是存不存在 但是凸脚的一种是存在的 原因是什么 你分别你造出来凸脚的样子的时候 就可以分别显现出来一个凸脚 这个凸脚根本不是真正的凸脚 这个叫做凸脚的一种 知道吧 你看我们的容易出错的地方在哪里 平常以这些的道理来思维的时候 确实我们了解到认识到很多的错误的地方 但是你只见五个人是任何一种看听 那再来一时分别去跟着他去看他的时候 我们就是感觉不到的 知道吧 任何的分别它争议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一种 是我们显现不到的 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影响到你 知道吧 五个人是影响到你的判断认知 所以你就是分别出来 那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过 就是这个吧 比如说生意无常的一种 是一个生意无常的形象 我们分别形成出来的样子 样貌就是叫做生意无常的一种 那你想除分别想除朋友来的时候 朋友的形象 各自他讲话的方式 着陆的知识 都是一个形成出来的话 这个分别形成出来的朋友的样子 就是叫做朋友的一种 知道吧 那我们内心分别去想起来 一个美丽的壮观的一种上坡的话 那你分别形成出来的这个美丽 非常专业的一个上坡的话 这个分别形成出来的这个上坡的样子 就是叫做上坡的一种 知道吧 那所以车子的一种是车子的样子 好 你的厂桌上的各种各样的丰富的菜肴 都是一个丰富菜肴的一种 不可吃的 OK 那我们以为就是菜肴 跟菜的一种是完全看成为一体 一 所以我们分别处在这地方 这地方 好 那另外一个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是我们另外一个说法 知道吧 那车子的一种是车子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当中车子的一种是车子 好 人的一种是人 那你的现金的一种也是现金 知道吧 就是这样的推理嘛 那该有多好啊 你躺在摊皮就可以了 平躺也好 摊皮也好 不要上班 那么辛苦啊 躺在课题 就是一直想出来变出来 你看 一百万米积 一亿米积就可以想出来的 它的样子 形象都是我们可以想出来的 当下你分别显现出来的 一千万的米积的时候 这个分别捏造出来 显现出来的一千万的米积 就是叫做一个 一千万米积的一个义种 这个叫做义种 那你马上就富有了 知道吧 不是众骆头 所以一念分别捏造出来的 知道吧 那所以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哦 原来是义种就是这样子 日和分别捏造出来的 一个日和对境的样子 就是叫做义种 所以 日和分别都是出来的原因 就是这个 知道吧 你就是 显现对境来 指齿对境的时候 对境跟对境的义种 显现为义 正是一个错误的地方 对境跟地境的义种 绝对不是义 义 是义 那你显现出义的时候 那问题出来了 它本来就是义 不是义 你显现出义的时候 它的显现上有问题吗 知道吧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书 是一个白色的 你看你带了一个 咖啡色晶片的一个 一带上去那个 演技的时候 显现出来有点咖啡色吧 知道吧 那你看一看 当时也是显现出来 咖啡色的一张纸的时候 这个咖啡色的部分 存在于这个纸上面 或者存在于你自己显现上面 你看 就分得清楚啊 如果它 你如所显现的那样咖啡色 存在于一张纸上面的话 那别人也可以看得到啊 所以这个就是有掩饰 掩饰受到其他的怂恿 让它搓乱 所以显现出来一个搓乱的成分 就是问题在这地方 好 就是这个 好 那再来 为彼度分别 那再来第三个 就是彼度分别的话 如成为只成住心 思为之分别 这个是错误的翻译 确实错误的翻译 这个不可以如成为只成 只成住心 这个不对的 直因 对正一的因 直因 直因 直因心 至分别 他其实这个翻译者 他尚未不太理解的 知道吧 尚未里面 你看 道 这个道就是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长法 第一个是正一的 这个阶段讲的它不是指长的 这个中间讲的是指因 指因 知道吧 指因 依赖学的因 指因 依赖学 因明学的因 因明的意思是什么逻辑的意思 正一 正确的道理 那指因 那指因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我跟你们讲 是灿烂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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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电也是一灿烂 就是你比较容易理解它灿烂灿烂变化性 知道吧 那你看 声音 闪电 这些都是一个无常 原因是什么 因为灿烂性之固 这样的时候 所以你就是同样的去思维 闪电也是 灿烂灿烂变化性 反之灿烂性一定照片无常 那这样的话 闪电就是肯定是一个无常 它一直不断的思维的时候 总有一天它能够闪电 使边境灿烂变化 了解认识到看到的时候 它就能够理解闪电是无常 知道吧 那这个之前 闪电了解无常的因素当中有什么因素 有很多 思想逻辑 知道吧 你看我刚才前面讲的 闪电是无常 闪电是变化性 反之变化性一定是周片无常 这种的思想 你看 真理道理 反是刹那戏一定周片无常 所以理解 反是刹那戏周片无常的 这个了解的心就是叫做直因 刚才我们这个地方讲的 为直因 为直因至分别 这个因是一个真正的很没有理解到它的所力法 声音无常 声音无常 闪电无常之前 你思考的过程 由分别来就分别 噢 声音是无常 声音是长那戏 反是长那戏一定周片无常 这种的思维就是叫做直因 直因分别 这个因是什么 逻辑 思考逻辑的意思 这种思考逻辑帮助到什么 帮助到你 让你了解 声音是无常 闪电是无常 那你看 产生这样的一个 声音无常分别的因素 了解声音闪电 闪电了解无常的一个因素 先这样的思考逻辑 才能慢慢就理解 能够理解声音无常或者闪电无常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的这个翻译的人 他自己就是确实是 我不能说没有学了 反正就是有点落差差别了 反正就是学习 那个音谜学 依赖学上面 这个长指是不可以的 这个长音 虽然是我们就是 他照着藏文来写长指 但是这个意思是说 不是直齿为长法的意思 他就是一个直齿为因 因就是道理正因 正因 对 比如说反是差那性 反是差那性 指齿为差那性 作骗无常之心 你看这个是他的想法 逻辑就是对的 反是差那性 一定作骗无常 这个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个叫做 就是长指 对 唯一指长周心 就是分别 就是这个意思 那第四 是未从彼度生起之分别 那这些都是以前后的 你看啊 如成为常驻 只常驻心之分别的话 它是一个很没有产生彼度之前的 它是一个彼度的因素 那后面第四个 从彼度生起之分别的话 它是通达了所力法 通达所力 再来已经了解以后的生起的分别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一个次第上来讲 我们还没有了解生于无常之前 一定要思考逻辑模式 思考逻辑的过程 就会采生了很多的 成为指长制分别 类似这个 指长制分别 它这个思维逻辑 才能让你了解真正的生于无常 所以它是因素 那了解生于无常的因素 那再来你了解生于无常之后 以后的思想就是不一样的 知道吧 我已经了解了生于就是无常 以后就是还是有 了解生于无常 从此之后 由于它的因素 以生出来一些的分别的话 这些就是第五个 第四个 为从彼渡生起这分别 你看 它从哪里生起这个分别 一开始彼渡 从彼渡而来的 彼渡是什么 彼渡就是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之间依靠正因而产生的了解 对境的分别 叫做彼渡 知道吧 好 那这里讲什么呢 如于彼渡之后生起之分别 对 别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就是远方看到远方有就是 上上游就是冒烟 那个时候那里有 不知道有没有火的一个人的话 知道吧 我们跟他讲说 那里有火 一定有火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有烟之故 你看 那里冒烟 烟就是作为原因来 对它成立为 那里有火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呢 反思有烟 一定有火 就是这个 英国的关系嘛 火跟烟是英国的关系嘛 那有烟的话 一定有火嘛 知道吧 不然的话 烟从那里跑出来的 就类似这样 那这样的话 对它说了 哦 冒烟 一定有火 知道吧 那你看 我们就是自然 就我们大部分人 就是 就已经习惯了嘛 比如说哪里房子里面冒烟的话 我们就马上就找火了 知道吧 马上就联想到这个吧 这个也就是 从小就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事情 那所以你看 对它说有火 原因是什么 因为是有烟 这样的 它就是有烟的原因来去推理思维的时候 它就去理解有火 它了解有火了之后呢 它以后就想说 对啊 以前我有一点怀疑 所以人家跟我说 那里有火 一定有火 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烟 冒烟的原因 我去寻找火 找到了 这是你今天了解了以后 以后 为时之间一点就能够想起来 那以后想起来说 这个谁想起来 当然是分别想起来 不是说你身体想起来 由自己的身体来想起来 我鼻子想起来 不可能的 这个都是以鼻子来想起来的 知道吧 所以这个鼻子就是鼻子之后生起的分别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五 意念分别 意念分别的话 如今 与今日回忆过去的事分别 你看这个都是可以 我们现在就是从小到现在为止的过程的 所有事情都现在能回想起来 这些都是谁想起来 意念分别想起来的 意念分别 本身是一个分别 知道吧 这些东西你看 虽然是错误 但不是颠倒 知道吧 就这个 如今 今天还是我们回忆过去的事 就回忆过去的事 这样的分别就是叫做第四 第五个 那现欲分别的话 如与今日 渴望未来世 未来世之分别 其实这个也是蛮多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想 未来 未来还没有出现了 但是我们希望说 我将来怎么样 怎么样 知道吧 将来我就是遇到怎么样 怎么样 将来就会发生什么样 什么样 我们就是还是有加了 渴望很多 对 这些都是一个分别的作用 好 这种的分别 好 现欲分别 就是这个 如与今日 肯望未来世之分别 那世宪觉分为 虽有若干种 你看 世宪觉的话 其实这里简单的分类 无分别的世宪觉 分别的世宪觉 知道吧 那分别世宪觉的话 就是不一定是颠倒式 无分别的世宪觉的话 一定是颠倒式 这个是后面讲的 没有问题 好 世宪觉分为虽有若干种 的意思是什么呢 世宪觉分类的话 非常多的 好 那再来 自分为 成为意识 而意识制 世宪觉分别 及成为更是 至世宪觉分为恶劣 那你看这里就是 好 无分别 世宪 无分别 虽有若干种 那世宪觉无分别 它无分别 分别已经讲好了 那无分别的话 也可以分几种 对 那这个第一个分类就是 根是限绝 是限绝 意是限绝 你看 这是我们前面学过了吧 跟限量 跟限绝 还有就是意限绝 跟意限绝 已经讲好了 在这个上面 现在学到的阶段就是 那意限绝里面 所以跟限绝 跟限绝 跟限绝 根是当中也有错乱跟颠倒 你看 现在开始就露出来了 抓出来的 知道吧 他再来讲说 那是限绝跟 那个是限 跟限绝 跟思限 一限绝 他又分了两个 无分别 是限绝当中也是可以分 一个是根思宪局 一个是意思宪局 这样的分类 这是很有趣的 知道吧 好 那我们这里休息一下 好 那现在 思宪局无分别 是有若干种 之分为 成为意识 思宪局分别机 成为根思思宪局分别而来 千指至相应 一如前述 对 跟意识 意识的思宪局无分别 就是它的势力跟 这些都已经前面 已经讲过了 那千指至相应 就是这个 如前所述 后者分为四种 那后者分为四种 为成因在 一上 一上就是主观 一上 那例子是什么呢 如 比如说眼睛得了一些疾病的时候 他就是看到月亮 本来就是看到月亮的时候 显现出两个月亮 三个月亮 可以 就是我们大概就是 大家都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就是看过 听说过的 没有什么困难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意思的 比如说我们这种的患现目病者的话 他看到一个灯泡看车文 写现出就是两个 三个 那一般我们社会上写现 支持 当主 这些都不会用的 所以我们就是没有概念上没有这个概念 我们平时用的就是看到 知道吧 听到 除了这个之外 没有其他的 所以我们就一般人分不出来 那佛法上就是分心的时候 你看这里讲的就是说 那患虚目者 病者的话 他就是一看到月亮 显现为两种 三种 这样的原来显现出来的 那这个错的因在于 依上 依上就是依靠 依上 比如说依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的眼是 他的依靠是什么 依靠就是野根 知道吧 野根 眼球 反正因为这个是他的依靠 那你看 野根 眼根 眼根 或者是眼球等等 这些受到污染 受到就是伤害的时候 就是一个疾病 染病的时候 就这三面的眼是就让他戳乱的 他让他戳乱才怎么样子的 比如说类似这样子 他就看到灯泡 显现为两组的灯泡 知道吧 本来就是一个灯泡 显现为两个灯泡的时候就不正常 那看一个月亮 显现为两个月亮的时候 也是不正常的 他的错因在依靠上 就是这个意思 知道吧 错的因就是在于依靠上 这样的你们懂了吧 比较清楚这样子 对不对 好 就是这个意思 那第二个 错因在处处上 如成舟 显现为树木行动至根式 你看 这个是我常常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大国高铁 或者像树都往前开的时候 也是显现出路上的路边的电线杆 树木是往后走 往后走 就是这样写写出来 实际上路边的电线杆或者树木有没有往后走 没有嘛 那为什么你写写出来呢 你的眼视就 当时你的眼视就错了 那错的因是在哪里 错的因在处处上面 这个处处是什么 高铁啊 你搭高铁的话 当下的你的错因在处处上 这是一个重音 就是你搭高铁的原因 让你的眼视错了 错因在处处上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分开的 分辨的 知道吧 理解一些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同样的道理来 一直类推思维就可以了 好 就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是古代的时候没有高铁嘛 他只是讲就是粥 成粥嘛 知道吧 对 那所以借树木行动之根式 就产生了一种 显现树木移动的 这种的一个眼视就产生了 好 那再来第三 从一再进上面 从一再进上面的时候 那你看平常我们就是 早上也讲了嘛 这个事就出现了 如几岁旋转至火 显起旋转如轮至根式 你看 它本来就是一个 一根香的火 那你看到它 它速度旋转的时候 你写写出一个火拳或者轮 就是写写出来 它的存在哪里 它的存在镜上 知道吧 它存在镜上的原因是什么 你看 一根香 它速度旋转的时候 让你的眼视错了 不是说你自己 依靠 触手 还有心事 什么什么 从那个方面就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际就是有变动 或者对际有改变 对际上有一些的错误的 让你眼视错误的因素存在 所以错误在对际上面 知道吧 好 好 那第四个 错误在《等五间眼上》 这个是很有趣的 《等五间眼上》 这里讲说 如有余称会饶益 写卸大地为红色之根石 这个是你看《等五间眼上》 很有趣吧 你看我们人很强烈的生气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观察 强烈生气的时候 你写卸出大地 看到墙地都是有点点偏向于红色的 写卸出有点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写卸出来 不是说全红的 反正就是这个有点不正常的 写卸上演示写卸出来地的时候 肯定会这个地的演示更 就是有点不一样的 写卸出来的 这个错误在《等五间眼上》 那你看我们前面我们学过了 四元 再善元 还有就是说元元 再善元 等五间眼 等五间眼就是出了心事之间之外 不可以说物质有没有等五间眼 绝对没有的 等五间眼有等五间眼者 只有心事 心法 其他都没办法说等五间眼 好 那我们称慧的话 称慧的话它是属于心法 知道吧 那由于称慧的导致 那让你的演示错乱 让你的鄙视也错乱 让你的耳视也错乱的时候 这种存在哪里 存在前面的称慧上面 称慧是它的等五间眼 初五的等五间眼 知道吧 好 那我们在这个重点上面 就是展开一下 比如说我们去平时我们修行上 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应该是如理如法的去改善自己 或者是调伏自己 那这个上面讲了一些道理 好 这里讲说 由于称慧导致 让你的演示错乱的 那演示错乱的话 由于称慧导致让你的耳 演而鼻视身 亦都可以错乱的 知道吧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具体来讲 称慧导致他本身是一个等五间眼 也可以的 知道吧 称慧他本身是一个错乱式的 知道吧 那他由于他 所以能移生出来一些错乱式的话 后面的错乱式的等五间眼是他嘛 那不仅仅是称慧 有的时候贪心 让你的演示错乱 让你的耳视错乱 让你的鼻视错乱 都有的 好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称慧导致让你的演示错乱 意识错乱 为什么 其实这个是称慧的作用 知道吧 称慧强烈现起的时候 导致让你思想看法都是不正常的 知道吧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你对一个人强烈的 对一个人强烈的现起称慧的时候 但是你的演示写出来他的样子 跟你对他产生的那种悲悯 这个时候你写写出来 演示写出来他的样子 是绝然不同的 以后你观察一下 知道吧 你讨厌他的时候 你演示写写出来 讨厌的人不是演示 演示不可能变变的 他没有变变的能力 讨厌他的就是意识去讨厌他的 知道吧 你那些去思想讨厌的原因 所以看不下去 类似这样的原因来 思考去讨厌他 知道吗 好 那你讨厌他的时候 当时你也是写写出来 他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你觉得很丑陋 不愿意的对劲 知道吧 好 那你对他产生了一种悲悯 或者是痴心悲心的时候 当时也是写写出来他的时候 可爱可气的 愿意的对劲 知道吧 我们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对劲 那只有一个对劲 知道吧 有的时候你写写出来一个 丑陋 不愿意的对劲 偶尔就写写出 他是可爱可气的对劲 这个是对劲的问题吗 或者自己思想的状态 算有问题的 你想想看这个上面 确实我们自己平常中光讲 就是安利的方式有问题的 安利方式不同 思想角度不一样 所以你写写出来 他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知道吧 好 那你看我们决定来讲 我们想要看到他 写写出他来的时候 你信不希望写写出他是一个丑陋 或者是一个不愿意的对劲 这是我们不愿意的 好 那你愿意的就是想要 写写出他来可爱可气的一个人 非常好看的 这样的看着睡眼 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看这个人自己怎么去安利的 知道吗 这算明显的 你们观察一下 从此之后就是观察一下 知道吧 这样的我们学习就是比较有好的结果吧 那实修上我们平常讲改写归正 好 改过向上 一定要正到大概就是我们平常讲这样的挑副自信 所以讲很多 这些的逻辑概念你不理解的话 你没办法改写归正的 你怎么能够去改写归正 出品的一点点的方便去你可以的 别说去人家 哎呀我脾气不太好 我就是以后就脾气好一点 知道吧 带来的这样的态度不好 我有一点客气一点 这事是就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没有问题 那你真正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臭漏 臭漏的一面 是我们就没办法解决的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不到他的过怀 看不到他的确定 他带来给你多少的伤害 带来给你多少不方便 你就根本不知道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去改变他的 好 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比如说举例来讲 成会现实的时候 你生气的对象是谁 当时你看下 你对他产生了一个生气的时候 其实你的眼里他是很不愿意的 知道吧 这是我们案例的角度不一样 觉得讨厌 麻烦 知道吧 不可爱 类似这样的一个 就是成会他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祈祷作用的 好 那你看他就是执着他爱他的时候 你写写出来他的样子是悦意的对境 可爱的一面 就这样的写写出来的 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去执着呢 不可能的 知道吧 那对境是一个 但是你有这样的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们在内心具有的 贪吃是任何烦恼 各有各的前求 每一个烦恼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所以什么样的烦恼强烈的现实的时候 带来给你那样子的一个结局 知道吧 就是这个 那所以佛一直讲 一切众神是平等 好 甚至无自信的状态来讲的话 佛果跟龙慧都是平等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 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去看说的 是一般人没办法解读的 没办法思考的 那所以从这里开始我们看一看 知道吧 这里讲说 初音在等武军言上 如由于称会饶役 你看 称会饶役的意思是什么 你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一旦强烈的陷器称会的时候 当时由于称会 让你的意识就乱了 不仅仅是意识 它影响到你的所有的心法 而是彼是 时事 也是都可以受到影响的 原因是什么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样比较好的 你们想想看 比如说你们人海人这些吵架 心里很非常的 就是不高兴跟人家吵架 一方面吵架 一方面吃饭有没有味道 你尝不到它的真正的味道 知道吧 平常就是吃饭花了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所以你生气的时候花了多少 五分钟就搞定了 知道吧 所以赶快吃 但是你就是吃了 只是吃而已 但是美味就是 是时事尝不到它的滋味 知道吧 那时事也尝不到 确实如此 你看 这个都是一个等五间缘上有问题的 但是你时事尝不到滋味的 谁受谁的影响 受到你晨慧的影响 所以晨慧就是它的等五间缘 知道吧 那就是演示也是一样的 所以写些出来都是有点的红色的 或者有点平常不正常的 类似这样的 连我们演示里面写些出来一些的信心 写些出信心啊 或者等等 这些都回来了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等五间缘 就是一个晨慧嘛 就是这个 你看 见大定为红色之根式 当时你称慧强烈的线形的时候 直持大定红色的显现 红色的一个演示显现出来 那么产生的 好 那无分辨颠倒式 是无分辨 贤 这个不是贱 贤无为 由至 有至 认至 同意 认知 同意 这样的比较好的 认知 那贤无为 由至 认至 是什么意思 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它显现出 清除 显现出 清除 显现不存在的东西 你显现 唯有 这个是显现 清除 显现 不存在的东西 唯有的时候 这个叫做一个无分别 知道吧 是限制 也可以认知 这些三个都是同意的 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看到论典 《歌经典》当中提到的就是 贤无为 由至 认至 有的时候无分别是现觉 有的时候就是无分别颠倒是 类似这样的不同的用法 意思是这三个都是相同的 一样的意思 知道吧 用词不同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再来 是 畏惧自因 正确因 直接新生 非七款制 非七款制 执着了别 为笔链的形象 笔链分为三种 那就是那个 四线觉已经讲好了 那这里开始讲究分别 笔量 对 那笔量的话 它是一个 错乱是一定是了 前面我们已经讲例子 已经讲过 笔量跟笔动是一样的 对 有的时候用笔动 有的时候用笔量 这两个是没有差别的 一样的 笔量跟笔动是一样的 畏惧自因 正确因 直接新生 你看 它笔量跟限量 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 那限量的话 你看我们前面写过 一 成为自己不共真上缘 根 生起 新生起 离分别不错乱的了别 就是一个限量的定义 那笔量的时候 你看加了什么 一 自因 正确因 你看 不一样的 这个正确因是什么 这个正确因就是 刚才我们前面讲 分别分类的 当下讲 指因 这个因就是正一的意思 正确的因 那所以 那所以 聚自因 正确因 直接新生 非其款是一样的 新生是一样的 所有的量 无分 无分别跟分别都是同样的 这两个都有具足的 那这个 执着了别 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翻译由当主了别 当主 都是执着执着 当主了别 对 当主了别 当主了别的话 当主的就是分别不共的 对 无分别不能用 不肯用 当主这个词 对 当主是 当主是分别不共的 对 当主了别 唯有比量的形象 它是一个比量的定义 赤分文三种 那什么呢 物理比量 那事须比量 再来信仰比量 对 这三个 其实有时候分类有四种 那分类三种都可以 没问题的 那先我跟你们讲 分别这个比量是怎么产生的 好 你看啊 比量就是它依靠正义新生气的原因是什么 它透过思维逻辑 你慢慢才能获得的一个量 知道吧 那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比如说 那里有火 因为有烟之骨 那有烟的原因来慢慢思维的时候 就能了解那里火的时候 就产生了一种 那里有火 了解那里有火质量 这个量就是比量 老啊 你看我们透过这样的思维逻辑 比如说那里有烟 逻辑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那里有烟 烟跟火是完全是不弃款的 因不关系 有烟一定有火 老啊 所以的话就能够看到火的时候 一看到火 有火的时候 你心里得到了什么 了解有火的比量 知道吧 了解有火比量的话 它是刚生起的 它是一个分别透过思维模式去理解的 知道吧 那一开始了解有火的时候 就能产生了一种 通达有火的比量 这个比量的 次因是什么 正确因 那如果 因是不正确的话 不能产生比量 那这个正确因是什么 举例来讲你看 我们这样的可以安利的 那边有火 对 因为是有烟过 好 那让你思维 其实那里一定有火 原因是什么 我现在看不到一定有火 原因是什么 因为那里有烟之过 你一直不断地思维 有烟的原因来去寻找火的时候 肯定会看到的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正确的思维模式 知道吧 反思有烟一定有火 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因 那依靠着这个比量 就是依靠着这样的一个原因 而产生着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 自因正确因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也是他的因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自己的生命作为有法 知道吧 事无常 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违法故 类似这样的 还是我们很多的 比如说正确的因 有违法 事有违法之过也可以 事刹那戏也可以 事生者也可以 事生才生的生 事生者也可以了 这些都是一个正确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无常 原因是什么 因为是事生者之骨 他是一个生者 那生者的原因是什么 他依靠因而生者 知道吧 那依靠因而生 这样的的话 一定是无常的 反思生者都是无常 没有错的 反思有违法都是作骗 无常是对的 反思刹那戏都是无常是对的 正是正一 就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原因 那我们说 我们的生命都是无常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是刹那戏之骨 那我们以刹那戏的思维来 不断的思维来 就是去寻找 生命是不是无常 生意是不是无常 这样的思维说 那这个正确的原因就能够你就是理解 推理的时候就能够理解生意是无常 生命是无常 一开始了解的时候 与此同时你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了解生命无常的比例 刚开始了解生命无常的时候 一定有产生了一种生意无常 了解生命无常的比度 了解生命无常的比例 没有的话你怎么能够算 你已经了解了 不可能的 我们个人了不了解是你有没有了解他的心 就才判断 如果你不了解 没有了解任何法的量的话 你不算是了解了 不可能的吧 老了 所以生命无常 一开始了解的话 这样子了解生命无常的比例 他的正因是什么 他依自己的正因 自己的正因是什么 自己的正因就是 以刹那系来成立生命无常的正因 是他的正因 他的因 他依靠这种的真确的因而产生的 知道吧 这样的原因而产生 就是这个意思 比例来讲的话 自以正确因直接心生 好 非其款当作了别 就是这个 无比例的形象 次分为三种 那物理比例 如物理比例是什么 如所作性为一因 了解生命无常之比量 你看我刚才前面讲的一样的 物理比量是什么样的 他的这 比如说 生命作为有法 是无常 有违法之过 有违法之过 以有违法来 成立生命是无常 知道吧 反正就是这个有点绕口里一样的 直接跟你讲的话 生命是无常 原因是什么 因为是有违法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中间加了一些的有违法 什么成立 这个用词签字来 对你们俩讲 有点就搞不清楚 直接跟你讲说 生命是无常 因为是有违法 所以这三个阶段就是一定要分清楚 知道吧 平常我们这样的分三个阶段 就分清楚的话 他人的说法有无正确 你可以分得出来 他先做什么有法 再来成立什么 有什么方式来成立的 这些都是你清晰楚楚了解的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也就是常常用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举个例来讲 某某人很坏 因为他什么什么 你看这个是你就是 按理一名 这是不正确的一名 按理颠讨的一名 知道吧 某某人多坏 什么什么 你的原因就是后面最后三段的那个 某某人就是他作为有法的 很坏就是他的所立法 就是你把那个人 成立为坏人 原因是第三段 因为一为什么什么 这个是你讲原因 道理 所以我们平常讲 身一是无常 因为是有违法 刹那性 你看这样的一个 讲话的模式的时候 我们就有点搞不清楚 直接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正一就是 那真正的逻辑就是这个 知道吧 我们符不符合逻辑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口头上讲 是哎哟 你说话就符合逻辑的 自己从头到尾都是符合逻辑的 还是对别人说符合逻辑 知道吧 其实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正确的角度来推理的话 大部分人根本没有逻辑的 谁有逻辑 你想想看 知道吧 都是不合逻辑的 逻辑是什么 逻辑就是新方的英文的名词 就是直接翻译过来的 逻辑 逻辑就是那名 那个英名学 真律事 这个叫做逻辑 英名学 英名学本身是一个逻辑 英名学 真正的逻辑就是英名学 英名学是什么 正因的意思 正因 正确的因 正因 那正确的因是什么 正确的因就是我刚才安理的 比如说举例来讲 我们都是无常 英文是称乃希之故 这个是逻辑 这个所安理的声音不是逻辑 这个思考模式就是逻辑的 知道吧 我举例来讲 我们都是无常 因为说产纳希之故 是产纳希之故 这样的时候 所安理的声音是不是逻辑的 你内心完全了解 以刹那性来成立无常的一轮的模式 就是非常清楚了解的话 就是你有逻辑思想 你怎么去思考呢 是不是这样的 去观察声音是不是一个刹那性 反是刹那性能不能作骗无常 通通的对的话 那你思考模式就对了 那不合逻辑的话是什么样子的话 平常我讲的 知道吧 那个人非常的坏 原因是什么 他对我不好 这是不合逻辑的话 他对你不好 你不可能说成立为他是坏人 知道吧 那你说 那个人很好 原因是什么 他对我很好的 这也是不合逻辑的 知道吧 所以逻辑思考 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正音也好 思考逻辑也好 这些都是一个 三个角度 比如说第一个是我们有法 第三个是所立法 第四个是正音 而三个是正音 那以正音来成立 有法成立为这个所立法 下面我们一名学 一来学的时候可以学到了 现在就有点困难 反正就是这个阶段也不讲 不得不讲 比如说这个阶段讲的 句字音正确音 正确音是什么 正确音就是逻辑的意思 正确的逻辑 那正确逻辑是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思考 声音是无常 声音是灿烂性 反是灿烂性的话 一定作骗无常 这样的思想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正确的逻辑 正音就是它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了解生育无常的比量 就是这个 那第四三个 二个 世心比量的话 未如已存在于分别之 之上为因 而了解将 吐收为 怨恋之比量 那这个是有点困难 每个人都有翻译不一样的 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正义了 虽然有这个是 过去的大臣 他们论的当中有了 事须比量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世界上 事须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世界的额里就是共成 共成就是成 成我的成 共成 世界额里共成 世界对于世界所有的人 共成是什么意思 我们世界上普遍的说法是什么呢 院内有土 里面有兔子 有没有 这是你看我们世界人就这样 院内上有兔子 好 那我们就是说 不需要讲月亮这个名字 我们直接讲说 有兔者是谁 哦 月亮 你透用这种的 有月亮的 由月亮的原因来去理解 这个是月亮 就可以 就可以产生了一种笔量 这个笔量的话 事须笔量 事须笔量是什么 它的因 世界上共许的 共许的意思 共成 其实共许不太好 应该是共成比较好的 对 共成就是我们普遍性 就是每一个人就是说出来的 对 共许也可以了 共成 真正的藏文直接放在中文的话 共成 法成的成 成那菩萨的成 成我的成 对 共成 共许也可以的 对 那你们知道吧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 如以存在于分别之上 那存在于分别之上是什么呢 它存在于我们了解的对际上面 对 存在于我们了解的对际上面 对 那个 存在于我们的心的对境 对 对际上面 可以对际上面 那我们了解家人有兔 你看 将兔说为月亮之比亮 如果你说 它有兔子 有兔子是谁 哦 月亮 类似这样子 所以呢 这样的我们内心 这样的原因来 在内心产生了一种 了解月亮的比亮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视序比亮 三 信仰比亮 那这个算非常复杂的 信仰比亮 但是我们 信仰比亮 一定要信仰者 才能得到的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信仰比亮 信仰比亮 就是我们 下次上课开始 信仰比亮开始跟大家讲 知道吧 今天 因为世界的关系 大概就这样子 对 好 今天我们讲到这 以此福德愿赞佛子信 相抚烦恼月底之够坏 生老病死胸油之坡 愿度众生泄脱龙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